你是否注意过在炎热的夏天时 摆在常温环境中的食物很容易酸败 为了避免食物坏掉 通常会尽快把剩下的食物收到冰箱里 为什么放进冰箱里的食物就比较不会坏掉呢? 还有参加演唱会的时候 常会使用荧光棒来增加气氛 你是否注意到夏天的荧光棒似乎亮度比较高 但发光的时间较短 冬天的荧光棒虽然亮度稍低一点 可是能够发光的时间似乎比较长 以上谈到的都是温度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例子 但当温度发生改变时 是如何影响化学反应速率呢?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 我们可以从碰撞学说谈起 在碰撞学说中我们知道 反应的发生一定要经由物质粒子间的碰撞后才会进行 但粒子间即使发生碰撞 并不代表就一定会发生反应 主要是因为 碰撞时必须要同时考虑是否有正确的位向 以及足够的能量两项因素 当两者兼聚时 所发生的碰撞称为有效碰撞 才会引发化学反应 当温度发生变化 表示能量也发生改变 当温度提高 我们可以观察到反应速率确实明显的上升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发现 对于活化能约为每莫尔50千焦尔的化学反应 在室温附近的温度下 温度每上升10度C 反应速率大约会变为2倍 想想看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我们知道 粒子的平均动能与绝对温度成正比 而动能增加 在化学反应中代表了两个意义 分别是 粒子能量较高 以及 粒子运动速率较快 究竟哪个因素对反应速率的影响较为显著呢 从研究结果可以知道 当系统的温度上升时 具有高动能的反应物粒子数目会增加 这代表超过低限能的粒子数量也会随之增加 所以有效碰撞的分率提高 使得反应速率变快 但是 尽管动能提高也会造成粒子的运动速率变快 导致粒子间的碰撞频率增加 但增加的幅度较不显著 换句话说 碰撞频率增加并不是导致反应速率变快的主要原因 超越低限能的分子数目比例显著提高 才是反应速率加快的主要因素 那什么是低限能呢? 低限能是指如果要使化学反应发生 粒子至少应具有的最低动能 也就是恰好可越过反应活化能的动能 当粒子的动能大于低限能时 只要碰撞位向正确 就可引发化学反应 因此当温度升高 超越低限能的粒子数目会显著增加 就会导致反应速率加快 那活化能的大小是否会造成 当温度升高时 反应速率增加的量值不同呢? 首先我们假设一特定的化学反应 其反应方向与能量的关系图如画面所示 由图可以知道 正反应方向为放热反应 逆反应方向则为吸热反应 也就是正反应的活化能比较低 而逆反应的活化能比较高 这同时也表示 逆反应的低限能会比较大 由粒子动能分布曲线来看 当温度升高 对于低限能较大的逆反应来说 超越低限能的粒子数量增加的比例较大 也代表逆反应速率增加的幅度较为明显 反过来说 对于低限能较小的正反应而言 原本超过低限能的粒子数量就很多了 倘若温度升高 此时超越低限能的粒子数量增大的比例较不显著 所以正反应速率提高的幅度也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可以下个结论 不论是吸热反应或是放热反应 当温度增加时 反应速率都一定会上升 但温度对于活化能较高的反应来说 影响会较为显著 由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 温度的改变是如何影响反应速率 如果以速率定律式的观点来看 我们应该在哪一项中表示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呢 没错 就是速率常数K 也就是温度会造成速率常数K的改变 如同前面所提 经由研究可以知道 对于活化能约为每木耳50千焦耳的反应 且反应温度接近常温附近时 若温度每上升10度C 反应速率大约会变为原本的两倍 也就是说 速率常数K也变为原本的两倍 碰撞学说可用以说明温度升高 反应速率加快 下列叙述哪些正确 让我们再回头想想影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 为什么夏天时食物较容易酸败 必须要放冰箱保存呢 因为夏天的平均温度较高 不只会使化学反应速率较快 连微生物滋生的速率也会增加 所以利用冰箱低温的环境 不仅使化学反应的速率变慢 也同时减缓微生物繁殖的速率 所以降低温度可以减缓食物酸败 但是冰箱并不是万能的 食物放置在冰箱太久 还是会有变质的风险 所以不论夏天还是冬天 美味的食物还是要趁新鲜享用才是 至于荧光棒也是一样 荧光棒发光是利用化学反应发生 将化学能以光能的方式释放出来 所以温度较高时化学反应速率快 在短时间内会释放出较多的能量 因此荧光棒会显得比较亮 相对来说 在冬天时由于平均气温较低 所以反应速率慢 造成荧光棒的亮度较低 但是可以持续发光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反应性较高的化学药品 会保存在冰箱较低温的环境里 这也可以避免化学药品的变质哦 最后我们再整理一下温度如何影响反应速率 会受温度影响的包含粒子的平均动能 粒子的动能分布区限 超越低限能的粒子数量 有效碰撞的频率 反应速率 速率常数K 以及反应热 而不受温度影响的则有 活化能的大小 低限能的大小 以及化学反应途径 同学们 这一个单元你是否都学会了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区 告诉我们你的心得 我们下次见